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個叫知識圖譜 平常各位都怎麼找搜尋情 關鍵字下去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像以前我們有分享過那以圖找圖啊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事實上以圖找圖在這個新的版本 最近Google更新版本 他把它做到那個圖片的右鍵上 如果你有興趣的你可以試看看 不過我們現在講的是知識圖譜的部分 我們來找看看喔 比如說你要找我們中正 找了之後其實你可以注意一下 平常如果我們在找資料 我們都會看左手邊對不對 左這邊嘛 反正什麼關鍵字就會通通都列出來 可是這樣子的搜尋情有點比較笨一點 所謂的比較笨就是說 他也不知道到底你要的是什麼對不對 反正只要符合的 我都通通列出來給你 那對user段來說 他就是必須要從這些搜尋結果 慢慢去都拼湊出他要的東西來 可是現在呢 他比較聰明一點的在於說 他把它當作是 Google的搜尋頁要當作是百科全書 今天你打中正的時候 我們要找的 不管你針對人事實地物 他本身都有先做一個整理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右手邊有點不一樣的 這個是最近 今年才有的改變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裡 基本的學校的圖片地圖 簡介包括地址電話有沒有都通通出來了 那你先對這個有一個概念之後 可能你這些資料沒有錯在左手邊找到 可是不見得能夠馬上一起全部都出來 對不對 你看我們學校裡面 是這裡面有些人也順便搜尋了這些 所以如果你點了這個 上面會不一樣喔 你有沒有發現 平常很多我發現大部分的問題在哪裡 大家都看到這裡為止 下面的都沒有找 很可惜 那你可以看看 比如說我按了成大 點了之後 下面馬上就 是不是就出現成大的搜尋結果 對不對 而且這樣有個好處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沒有換頁 都是在同一頁是不是就顯示完成了 你要找之下有沒有變得比較方便 那當然因為他這個部分需要人工去整理 所以可能不見得你所找的這些關鍵字都有 都有那麼完成的 那一般來講都是比較知名事件會比較多啦 比如說你要找這個啊 對不對 這個很多嘛 像找這個的話 你就會發現更多東西 比如說五月天 你從這裡就可以知道 他們是什麼時候開始組團 開始出來的 對發基地 唱片 出過哪些專輯有沒有都有 那下面這邊跟誰有合作過的 好 500啦 陳其真啦 點了 有沒有 馬上就變陳其真的 對不對 好 所以像這樣的話 我們在找資料相對的 你能夠延伸出來的東西就會比較多 因為你找五月天不見得會找他嘛 平常如果你打關鍵字 你不能找到跟他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他現在幫你整理過了 你就更容易 針對你所要找的人事實地物的這個主題 又更 快找到他延伸出來的相關的東西 所以這個 我們稱作所謂的知識圖譜 你可以注意一下 在右手邊 你可以找看看 讓你看 好 ôle 哇 習近藏